台中市停班停客 但百貨業沒有休假 11點開門營業 鼎泰峰店外大排長榮 椅子不夠坐 人潮還擠在門口等用餐 見台中風還好 因為沒有東西吃 然後Uber一車叫不到 所以就來吃鼎泰峰 剛好住福祉就走過來 還多久其實大概半個小時 不只吃飯要等 光把車停進百貨公司停車場 同樣困難重重 從惠中路拐個彎 到市鎮北七路還在塞 車鎮綿延上百公尺 大風一刮 還有排隊車輛被倒塌路樹 砸個正著 有民眾早在前一晚 搶購房台物資 大賣場直到凌晨兩點 竟然都還在排隊等結帳 人龍看不見鏡頭 連鎖吃到飽餐廳 門外甚至排了上百人 不過越晚風雨越大 台中各大百貨 像是星光三月 SOHO都在分晚五點 提前打烊 凱米颱風轉為強臺 而且有難易狀況 台中市區白天 出現瞬間八到九級陣風 民眾外出覓食 最好早點回家 小心大風大雨 界中部綜合報導 鉄牡媽 10 16 20 21 18 19 21 21 21 20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